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您有时候想关闭菩萨吗 是不是您想关闭菩萨的时候 就严格一些对弟子严格要求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懂的 你心中想谁你就拥有了谁啊 哦 很多人这么 活得真的很 很愚痴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心中想谁你就拥有了谁 对 那么你心中想关闭菩萨 那你就拥有了关闭菩萨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人家有句话叫出门遇到关闭菩萨 邦大金刚护我生 就是这样的呀 哦 因为你心中有关闭菩萨 金刚菩萨就呼你生了呀 哦 谢谢师父 那师父 弟子不明白 你像我们出行的时候遇到 就是心里想着关闭菩萨 保佑的一路平安 他这个原理是观音菩萨的这种光 照着你在开车还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师父这个原理很简单呀 你这个不懂啊 原理很简单 你在前面开车 你没看见警察后面来一个流氓跟着你 你怕不怕 怕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好了 那么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 警察打完电话 你跟警察打完电话 你还是一个人流氓 还跟着你 突然之间 这个警察跟你 你报警之后 警察说你放心好了 我们已经盯住后面那个人了 你是看不到警察 你说你怕不怕 不怕了吧 怕 不怕了不怕了 对对对 那那那你没看见警察 你怎么会不怕的 江桂我听啊 你又没看见 明白了明白了 警察说我们五分钟就到 和你 你报案和没报案一样吗 不一样吧 不一样 好了 就这么简单 那怎么会有这个光的呢 那么警察这个光怎么会照耀你的呢 心中有了呀 万物惟心照呀 明白 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明镜是老板 是老板 就是老板 的事 感谢观看